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他凭异曲欢言赢得三位导师转身 那个时候周深21岁 正在乌克兰念书 据说暑假回国也只是因为想找实习 看有没有机会毕业之后做个音乐老师 中国好声音的导演 听过他翻唱的《花生孤岛的惊》 极力邀请他参加节目录制 周深说自己克服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才答应了导演 直到上台前一秒 还因为外形而备受质疑 在此之前呢 他的网名叫做卡布勒 在一个网络音乐平台上面 已经小有名气了 因为网络过滤了不必要的信息 所以他可以躲在IP后面安心唱歌 而一旦出现在镜头里面 就需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评论和看法 一个天生饱嗓的男生 注定要经历一个被接纳的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 喜欢的人爱到骨子里 不能接受的人极致的诋毁 好在他选择了坚持 而越来越多的观众 逐渐意识到 在周深这里啊 嗓音可以是不用其他任何辅助的因素 就可以单独存在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拥有这种声音 他的存在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高晓松说周深的声音呢 是一个人的唱诗班 陈晓东说他的声音有着数不清的可能性 王志平说他才是中国音乐里面 真正能够走出去的声音 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都会想起 叶佳莹形容陶渊明时候说的话 叶先生说 陶诗确实是最能以其认真自然之本色 与世人相见的 但他的本色却并非表明看到的那么纯粹简单 而是如同日光之七彩融灌于一白 很多人会用纯净空灵这样的词 去形容周深的嗓音 这大概就是叶先生说的一白 他的声音干净 清亮 轻盈透彻 可以让人很轻易的联想到 阳光下温柔涌动的晶莹浪花 泉水在岩石上面残残流动 茂密的雨林里面露珠从滴水尖 突然滑落或者剩下的光影 在树叶间斑驳交错 就这样的纯粹 没有杂质也没有杂念 这一白太过纯净 可以接纳并包裹住各种各样的情绪 透过一白呈现的反而是极致的五彩斑斓 当他主要使用气声 可以演绎出事故的孤独与柔弱 当他把发声位置调整到略微靠后 可以流淌出温暖绵长的思念 当他把声音变得大一些 去除掉多余的共鸣 可以唱出单薄飘渺 不知归路的迷茫青春 当他把美声混入流行 用花枪高音点睛一笔 则完全描绘出极具东方韵调 壮阔而幽远的海天尽头 女音和童音之间的魔音 如果一定要给个定义 那就是少年音 浑然天成 初心蓬勃 只要是拥有回忆的人 在他的少年音里 都能够找到回忆来时的模样 大鱼 电影《大鱼海棠》本就充满了少年感 作为他的推广曲 大鱼诠释了人类对生命最初的欲望 责任与爱 当他唱出《深深淹没》 是夜幕下海浪融化在天际线里的沉默 当他唱出《看你飞远去》 是梦境般的北冥神域 昆蓬展翅 翱翔天河 当他唱出《每一地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 是少年的他对他说 从此我化作人间的风雨 永远永远陪伴着你 亲爱的旅人中文版 瑶泽发音精准而清脆 非常适合这种中块节奏 叙事或自白意识的歌曲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将自己有限的词汇 酷搜索哭了 也只能够想到一句 大猪小猪落玉盘 这首歌充满了明媚的朝气 每个字都像一个跳跃的精灵 挥动着透明的像蜻蜓的翅膀 在花间和海边 偏迁航洋 二 转音 天生拥有绝对的音感 周深对声音的掌握游刃自如 从中低音区到高音区 自柔的去跨越和切换 可A 可甜 可炎 可炸裂 可缠绵 化身点被磨得比德服还要丝滑 尤其从高音瞬间坠落回中音 气息极为稳定 全开麦也无所畏惧 这种明显且流畅的前后对比 完全掌握了情绪牵引的主动权 能够营造出强烈的共情 自己按门铃 自己听 歌特式暗黑风 前半部分独自美丽 后半部分鬼魅狂野 周深用了很多转音 把本我与自我的纠缠 人心对人性的反噬 以及最后拼命挣脱一切的决绝虚无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也是周深自我成长的见证 早先计划收录在《深的深》2017专辑当中 但由于唱不出感情而放弃 2020年在歌手当打之年舞台上面 唤星演绎 被高晓松盛赞破锦成蝶 三 吟唱 周深的音调很高 宽广的音乐给了他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但是就像是最好的食材 无需任何调料 吟唱就能够体现出高音的震撼 头腔共鸣 本就给人悬浮的错觉 再通过拉开麦具 声音位置放到很远的后方 把声音的空间维度拓宽好几个层次 歌声带来的画面感变得立体而丰满 从而把人带入到无尽的情绪里去 过境千番 这是周深2019年巡演的主题曲 其中最让人动用的一句歌词是 在这干干净净的尘世间 副歌部分的音唱是最好的角柱 在山川丛林飞翔 视线索急 风光阴泥 你闭上眼睛 耳畔是清凉的风声 你睁开眼睛心爱的人就在身边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干干净净的 尘世间更美好呢 末日飞船 唐汉骁周深 唐汉骁的创作风格 一向是非常华丽的 这首歌又因为特定的词意 被置于一个庞大的宇宙当中 毁灭的家园 悲观的流浪 绚烂的纤细和无边的黑洞 盛光降临万物重生 伴随着古佛罗伦萨语的旁白 周深购献了一段既飘渺又灰宏 仿佛从宇宙尽头传来的吟唱 将这首歌变成了史诗般的存在 四合唱 周深从出道到现在 参与合唱的歌曲有很多都成为了经典 从贝加尔胡到天下有情人 他在合唱里的声音 可以是非常自如的靠前或者是靠后 在任何需要的时候 都成为对方声音的背景 延伸或者是托举 他的少年音几乎是万能的 因为有很好的穿透性 无论是主音还是和声 都能够以一种灵巧的方式 进入到对方的声音里 齿和但有分寸缠要却不压迫 天下有情人李克勤周深 公认的听作之和 无数人的入坑神曲 月弯弯王熙周深 成年人和少年的自己隔空对话 成长的遗憾渐渐凝固 回望少年来路 我们互不亏欠 我们永生相见 2020年周深好像真的红了 从年初到现在发表原唱曲目26曲 四档综艺的常驻MC 线上音乐会LIF观看量超过了1400万 拿下了多个商业代言 微博热搜比过去的五年 加起来的还要再多 在今天这个市场 流量是一个中性词 作为一个窝口 有流量才有机会继续唱歌 虽然算不上大紫大红 但成长的速度真的是肉眼可见 钟低音区打磨 rap电音多曲分 镜头感日趋成熟 总说自己不会跳舞 但是也开始尝试唱跳 今天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 用努力和坚持换来的 并且他还在为他喜欢的事情 乘风破浪 一路走来 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 都成为了珍珠包裹住的那一颗沙子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前提是自己要接得住 周深做到了 而他的脚下的路才刚刚开始 时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